今天來到土瓜灣 就打算帶大家去試一種對香港人來說非常冷門的食物 正宗海藍粉 吃飲料嗎? 吃飲料嗎? 給你兩份海藍粉 給你兩份,我覺得 我只會說這句話 吃飲料嗎? 海藍用的粉 跟我們平常吃的桂蘭米粉 或者米線是不同的 它是比較油潤、爽身 像是很有版本的米線 但它不是我們平常常吃的米粉 海藍粉 其實就是海口的一種閃食 裡面的配料會有花生 酸菜 還有竹筍 牛肉乾 還有一些芽菜 還有一些老抽 麻油 蒜蓉去拌 其實海藍粉 吃過這麼多次 首先是粉的那種甜味和滑的口感 然後就會有一點牛肉的鹹味 一些芽菜 和花生的味道 在後面繼續出來 但是你接著下一口 可能它的次序就會反過來 可能你才會吃到花生的脆 然後再吃到其他肉的鹹味 所以基本上你淡淡的層次 都會不斷變化 海口那邊 即是海南那邊吃海南粉 它們還會多了一種芝麻 和一些脆片 這個沒有 但它的味道 和我在海南當地吃的 是九成九次的了 但它還有一種東西 不是香港人那種接受的 就是會有些少許的芫荽味 它的功夫又多 賺的又少 要吃到正宗是很難的 這一間 在Open Vice 你也是找不到的 即是如果你不在附近上班 你在附近住 在街坊 你是不可能可以試到這一樣東西 這種混合法 是海南叫做葉粉 北方的人叫做涼拌 如果你有去過海南旅遊 你會看到晚上很多很多大排檔的人 在這裡吃東西 就吃什麼 海南粉 那當然 如果你要去到海南當地去比 它配料始終是少了兩三天 如果它有芝麻和炸片 它的口感會更加多 更加豐富 為什麼我嫌它的芝味不夠 滿足感 滿份 這個很飽肚 其實在海南很流行 就是加一些海南的燈籠鴨汁 這一隻辣椒 是超級超級辣 你不要加那麼多 麻煩你試的時候 少少少少這樣加 要不然真的會辣死你 這碗湯 不是給你嘔吐的時候喝兩口 是給你吃海南粉 吃到尾段 加一點粉 還有很多配料在底下 整碗湯 倒進去 這一碗 才是最完美的句號 做什麼 好 也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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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好